一只怪物冲倒了车辆里 把四周的人们都吓得赶紧逃跑 男人赶紧上了车 但怎么也开不了火 他只好带着女儿跑入餐厅避难 但不巧的是有人的手机铃声响了 怪物也寻声而来 眼看没有地方可以躲 他们只能继续逃跑 另一边男人的妻子开着另一辆车 却被从天而降的怪物阻挡了去路 只能被迫从车中逃出来 这时他们看见了逃跑中的妇女俩 后面有只怪物在飞速地追捕他们 探长举起了枪 发出的枪声让怪物锁定了他 探长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随即就被怪物解决掉了 地球已经被怪物入侵了很久 这种怪物虽然看不见东西 但听力异常灵敏 而且行动迅速 分分钟就能把人生吃活泼 由于外壳的坚硬强悍 导致人类也拿它没办法 但女孩却发现了能让怪物蜕避三射的方法 那就是用高频声波让怪物崩溃后击毙他 这天妈妈带着女孩和弟弟 小心翼翼地穿过炸板 但还是不小心踩到了机关 毫无疑问会引来怪物 妈妈只好赶紧带着他们逃跑 这也让埋下机关的人举枪瞄准了他们 但不妙的是弟弟在逃跑时踩到了部署家 他的脚被钳住疼得不行 妈妈不得不捂住他的嘴巴 好让弟弟发不出尖叫来 眼看怪物追了上来 女孩急忙打开了音响 放出了高频声波让怪物寸步难行 一旦怪物的头盖骨裂开 妈妈就端起枪瞄准他 然后趁机给了他致命一击 怪物死了 但会有更多的怪物纹身而来 为了不被围攻 妈妈必须带着孩子们抓紧逃亡 弟弟也得忍着脚痛继续前行 不过他们遇到了一个面罩男子 他不仅抱起了脚受伤的弟弟 一路狂奔 还带领他们来到了地下室 显然这个地方是经过他装修的 密封且安静 是个不错的藏身之处 只是得时不时出来唤起 随后面罩男子亮明了身份 原来他是他们的邻居 自己一家也被怪物清洗过 如今只剩下了他一人存活 这是弟弟的耳机中传来的响声 他惊讶地告诉了大家 但邻居却显得异常淡然 因为这首歌曲一直都在响 但从来无法找到关联 女儿不解 因为爸爸也曾发出过很多讯息 希望能够和外界取得联系 但都一无所获 为何在这里就能收到讯号听歌 邻居则告诉他 因为曾经他们一家都住在山谷里 那里自然什么讯号都受不到 如今最紧要的是资源紧缺 就算是生存经验丰富的他也爱莫能助 他劝他们赶紧去找别的住所 不要依赖他的补给 夜晚女孩把弟弟唤醒 他们开始了秘密谈话 原来女孩的小脑瓜很激烈 由于那首歌曲是现在唯一的讯息 他认为这包含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歌名叫做《在大海》的另一边 这也许正是能够联系外界的暗号 女孩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在笔记本和地图上写上了秘密麻麻的记录 好确定发出歌曲的电台位置 他推断电台应该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 只要沿着铁路的轨道 就可以一路沿着走到海边 接着乘船就能抵达目的地小岛 女孩兴高采烈地描述着自己的计划 她用手语继续传达着讯息 如果利用电台的传讯功能 就可以把她的助听器中 发出的高频声波传播出去 这样一来就成就了攻打怪物的武器 人人只要拿着收音机收取电台讯息 就可以发出一样的高频声波 有力地打击怪物的进攻 可谓是战无不败 听到姐姐的宏伟蓝图 弟弟虽然表示很牛 但是这样的做法风险太大了 没有大人的庇护 仅仅靠他们两个人完全有可能失败 只不定一不小心就被怪物给生吃了 得知弟弟不同意后 倔强的女孩还是一意孤行 第二天一早 她就自己带好了行李 朝海那边的方向走去 当弟弟醒来时 她只收到了姐姐留下的字条 让她乖乖收听电台的消息 一切都等待她的计划完满成功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弟弟 从床上蹦起来 告诉了妈妈和邻居男子 妈妈希望邻居能够找回女孩 毕竟她一个人去实在太危险了 女孩倒是胆大包天 一路上过关斩将来到了一节废弃车厢中 里面都是被怪物啃食干净的窟窿 想必是经历过残酷的灾难 一群鸟扑腾的翅膀飞过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她找到了一个废旧的急救包 可以以防后患 不过就在她刚拿到的时候 怪物就尾随过来了 一定是由于鸟群的巨响引来的 眼看火烧眉头 女孩立马拿出了音响 跑发出高频的声波来干扰怪物 不过由于拿着音响 还要拿出枪来打怪物 女孩的手已经应接不暇 她瞄准了怪物 但行动迅速的怪物躲过了 只受到了轻微的擦伤 一点都没有大碍 眼看自己站了下方 女孩变得着急起来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 邻居抢先怪物一步 来到女孩身边救助了她 这才转位为安 邻居带着女孩离开了废旧车厢 他们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点 好让女孩用手语与她交流 邻居听了女孩的计划后 感到有点动摇 本来她是受女孩妈妈的委托 好来保护女孩 女孩还确定了电台的地点就在岛上 邻居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于是两个人没有回家 反而走向了海边 去寻找电台所在的小岛 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的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上路了 妈妈在家中发现氧气瓶撑不住了 她必须要回小镇上寻找物资 才能维持存活 于是她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交给了弟弟来照顾 弟弟虽然脚上受了伤 但还是得承担起照顾婴儿的责任 于是妈妈只身一人外出寻找物资 在路过铁桥的时候 她不禁回想起自己丧命于此的小儿子 小儿子就是在桥上被怪物抓走失掉的 在此处立了一块简陋的墓碑 随后她将自己的戒指留在了墓碑上 以祭奠这段惨痛的经历 但一切终将要抚平 她必须得朝前看 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 唯有顽强地活下去 才是对市区的人最好的回应 她亲手亲脚地回到了小镇的超市上 寻觅到了需要的药物和氧气 做足了准备 当夜幕降临 女孩和邻居也终于顺着地图 来到了码头边 这里停靠着很多船只 他们得找到合适的船只旗航 不过邻居发现了一个小姑娘 她正要上前关心她时 却被小姑娘一把拴住了绳索 邻居差点被勒得喘不过起来 眼看绳索的另一头还记着许多久 只要她稍微移动一下 就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如此一来 怪物也会应声而来捕捉她 邻居知道自己摊上大蛇 只能先静下来不动 静观其变 不过海边的码头上 却出现了很多人 原来这些人都是幸存者 但他们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从来不会以善良让位 只要掠夺足够多的物资 以供自己的存活就好 眼看邻居已经被套牢了 他们还想把只身一人的女孩夺走 他们看准了女孩的助听器 显然那就是可以抵御怪物的武器之一 邻居想保护女孩 不被这些野蛮人所害 所以让她跳入海水中逃脱 接着要挟了野蛮人的头头 这样的变化猝不及防 趁着他们还没有做出反应 邻居发出的动静就引来了怪物 人类自然不是怪物的对手 很快就被蚕食的差不多了 邻居见兵荒马乱的状况 很适合逃脱 于是趁乱抢回了助听器 顺势跳入了海水中 不过随着他一起跳水的怪物 却不会游泳 紧接着就溺亡了 另外一只怪物则跳上了船只 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 女孩已经找到了合适逃生的船 将邻居接应上船 随后一起赶往小岛 这才化险为夷 两个人都暂时松了口气 在家中照看婴儿的弟弟 也嫌得无聊开始闲逛 但却发现了一具尸体 他吓得身子都反弹了回来 这一惊吓就导致发出了剧情 得知怪物快追不过来 弟弟只好瘸着腿 一瘸一拐地往地下势感 还得把装着婴儿的木箱给带走 但是怪物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又在关门的时候出现了纰漏 忘记将毛巾拴住门 这样就没办法在密封室内 由于氧气不足而开门唤起了 眼看婴儿也快呼吸不上 自己也喘不过气 他们俩只能轮流夕阳 幸好妈妈在回家的路上 听到了地下室传来的声音 明白弟弟可能弄出事来了 所以加快了脚步 他先开了一枪 将怪物引导出来 接着又利用氧气瓶 将怪物点燃 看着火花四射 妈妈也以为怪物九死一生了 没想到怪物的生命力如此顽强 竟然还能逃出来 妈妈只好通过水声的掩护 来到了地下室 当他终于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弟弟和婴儿才缓过气来 女孩和邻居也终于来到了小岛上 这里的人们都升起了篝火 其乐融融 看起来并没有恶意 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的确如女孩所料 那首歌曲就是他们留给外界的信号 他们也是最早得知怪物怕水的细心 所以乘着船来到了小岛上定居 接着邻居向他们介绍了女孩的计划 就是利用音响 将高频声波广播 好抵御怪物的攻击 这正是怪物的弱点 当天亮时 邻居却看到再有怪物的船靠岸了 他慌忙通知岛上的人们 就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怪物已经开始了屠杀 幸好有一部分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躲藏起来 但不幸的是仍然有幸存者被吃点 邻居和女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找到了波音室 企图将高频声波放出 但开门声先把怪物引了过来 眼看怪物就在女孩身后 他却没有意识 邻居企图扑就却被怪物抓住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女孩打开了助听器 释放了高频声波 让怪物变得挣扎起来 难以动弹 接着女孩把声音扩大 成功地击退了怪物 就在妈妈放松警惕 打开了地下室的大门时 怪物就在暗处伺机行动 他意识到不对劲就要返回 却来不及关门就被怪物抓伤 就在这时 弟弟也听到了收音机的声音 他明白姐姐已经完成了计划 所以将收音机面向怪物 举起了手枪 就在这时 姐姐和弟弟同时都开了枪 他们都成功地解决了危机 击退了怪物 幸免于难 只是这样的危机 他们还能战斗多久呢